汤叶的特有气味在身边 快要从人们脑海中 推长的制作情景在眼前 在大浦村经营了近40年的 豆皮店远近驰迷 令人感受到小村庄的淳朴魅力 大浦社区宁静 清洁 生活机能便利 交通便利 到金城武术 大波池 三号运动公园 图书馆 信仰中心 乡公所 都只要几分钟车程 搬回来居住六年多的林总干事行农 感觉就像住在台北的民生社区一样 因为很多社区 它的营造就是硬体的设备什么 它没有关怀到人 我们就把它设定 今年要做一个关怀 我们的目标就是 目标就是说 左右林金回到重前 农业社会 就是大家非常 你对着你的左右林金 你的谁 你都很清楚 我们是要走到走回去那种感觉 这样子的话 因为这样子就会互相关心 大浦社区 其实大浦社区 它在我们池上算是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为什么它是闹中取静 然后你知道你刚才你可以走一圈 你就知道我们很干净 非常干净 因为我们也觉得说 我们都没有像人家做到这么好 例如说很多建设 很多的那种 就是说特别去耕耕的硬体方面 我们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 在乡下你就是要保持那种纯樸 所以我不要那些有设计的 或者特别设计过的东西进来我们设计 所以你在我们设计看不到那种营造的感觉 没有对不对 就是跟以前的乡下很像 那我们 我就比较在乎那种人的那种 就是说关怀 真的我是觉得 这个是我比较想要把它换回来的东西 随着环境变迁 陆续有大浦村民 搬到相距2.5公里外的陆安部落居住 中间通过新兴及福文两村 形成行政区块分离的飞地现象 社区发展协会经营的 摇滚拔部落 就在陆安 以小社区大愿景的概念 将2016年定义为 社区发展的友善关怀年 首先进行亲子及老人关怀活动 就我所看到我的感觉 我希望我们社区的努力方向 是可以让大浦部落跟陆安部落 我们可以在冲突中共生 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性质的一个环境 然后可以在贫瘠中富有 因为我们陆安部落其实它缺水 所以希望它能在贫瘠中富有 那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动友善关怀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社区可以在关怀中 然后温暖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曾淳仪 带领号称大铺铁三角的吴忠尚 林柳姓姬黄一伦 并持着带领相亲走出家门 走入社区的理念 一步比较硬的向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